在失重状态下 人体骨骼无需再承受地球上那么大的压力 骨骼钙质缓慢流失 会造成骨质疏松 这段时间里 航天员们也加强了太空锻炼 以对抗失重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画面中 神舟13号成组航天员王亚平 身着粉色的运动上衣和粉色马甲 黑色运动长裤 一身运动装十分青春亮丽 为了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航天员每天都需要进行锻炼 王亚平选择使用太空自行车进行锻炼 关于这套设备的使用 在前不久进行的天宫课堂活动中 他也进行了介绍 这次他并没有选择倒立这个锻炼动作 而是使用了和地面一样的骑行动作来锻炼下肢 人在太空中锻炼也是会出汗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骑行 王亚平的额头已经冒汗 王亚平穿的红色运动鞋 也是为了在空间站运动所特制的装备 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 这双鞋子的底部有一个卡槽 这个设计可以保证鞋子 能与自行车的踏板保持稳定的连接 航天员翟志刚也进行了锻炼活动 他身着一套浅蓝色的运动服 从款式看 这套运动服与王亚平穿的粉色运动服 是同款服装 航天员叶光复在人系统研究机柜前开展锻炼 他手拿一个弹力带 并随时关注面前屏幕上的参数 为了保持健康 航天员会用很多方法 来对抗失重的生理效应 锻炼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航天员在太空里待的时间越长 太空环境影响身体变化的数据指标 也会越来越多 这将更加有利于科学家进行研究 为未来的长时间太空飞行做准备 未来弱空丶 最后的街上 未来的维持